Lio聊四季 天天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維京人隊上映家人 這場比賽是KOTD5的阿拉伯地圖 這場比賽算是今年的賽事 強度非常高的比賽 台灣的選手都有參加 包括台灣的雲大儀 目前台灣贏到好像已經是落敗的狀況 有點可惜 台灣的隊伍 也不是隊伍 台灣的選手基本上全部都落敗了 天空熊這次沒有參加 因為天空熊已經去當兵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其他的選手怎麼發揮比賽吧 好 那這一次是遇到了映家跟維京人 這兩個文明都是這次改版的重點文明 維京人這次改的東西是他的酋長科技 酋長工技是銀罐 只要點下去之後步兵隊騎兵有這個額外的增傷 再來擊殺生女跟村民還有貿易車隊的所謂分別獲得黃金 臭民是五黃金 貿易車隊跟森林都是二師 大於一些不能跑貿易的情況下 點下這個科技到了後期我會有點小小的補陣 但是效果並不明顯 大概就是他的金冠狂暴戰士邦 狂暴戰士邦 他這個翻譯有時候放的乖乖 那簡單來說這個金冠可以讓他的步攻攻擊力多一攻 再來這個工兵的路線情況下 多一攻我覺得效果其實是還不錯的 但是依舊沒有拇指環 所以用起來是其實有點綁手綁腳 並不是特別好用 但是維京人沒有火槍跟火炮的文明來說 這個工兵強化一點 算是對他一點小小的補陣吧 再來就是維京人他的 他的狂戰士回血也變多了 在沒有點金銳的時候 金銳狂戰士的時候回血是20滴血每分鐘 那點掉金銳之後 自動變成以前的金冠 每分鐘回40滴血 所以維京人打狂戰士邦的優勢 就是這個自動回血的效果 其他的效果其實並不太明顯 那我會比較建議維京人到後期打這個 劍兵勇士 因為維京人劍兵勇士是有軟甲科技的 但是他的維京狂戰士邦 是拿不到這個軟甲科技的加成 所以稍微有點可惜一點 所以我覺得維京人 這個打狂戰士邦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是有待考量的 並不是什麼時候都可以打的感覺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硬家 硬家的話最大特色喔 這一次是新增了這個食物的消耗費用 那個他的消耗費用 是指針對這個軍事單位 像那個投食手啊 還有這個老鷹喔 還有戰毛兵 喜兵之類的 這些單位喔 還有槍隊長 這些單位都是吃肉的單位 所以都是可以燒這個減免的 我覺得他這個能力最強的地方是 黑暗時代就可以減免了 所以他代表他說黑暗出棒棒 只有這個15%減免了 燒電王時代則是減到30% 非常多 所以你們看這邊一開始出棒棒 結果這個肉類消耗 減免費用非常舒服 基本上出3隻棒棒 快要省到一隻春米的肉量了 好像也沒那麼多吧 我算一下大概是60-15% 大概是10肉左右吧 按1隻棒棒大概50肉左右 可以省下肉大概2-30% 簡單計算是這樣子 我們要把他算得很精準 原來在播比賽 我們要把他去按這個計算機 好 那硬家這邊直接2棒棒出門 出門之後應該是不會轉張甲了 這邊應該是直接2棒棒騷擾 加自己的鷹刺齁 直接3隻集合開稿 那目前看起來喔 這張地圖算是蠻平衡的 就是大家的牧區喔 都是一樣三坨 但我目前看起來 我已經這邊的地圖更爛一點點了 雖然金礦跟果子都算偏裡面一點點 但是他其實是不太好回家的 他只能這樣直接圍 圍一個大片 下來這裡 那牧區的話都有點偏遠喔 離TC的距離有點遠 這邊直接模仿 蓋下去結果被抓包 圍巾直接往後跑 但是這邊已經點織布了 圍巾點織布了 是因為他已經點封建時代了 有織布的話其實不太好抓到 這邊是這樣 圍巾也出棒棒 那這邊圍巾要打3棒棒嗎 2棒棒而已 有織布技術的村民不太好被擊殺 可以直接用全套反打回去 這邊有看到有人在挖黃金喔 所以這邊應該會來騷擾一下 這裡 這是小打小鬧 不敢尻 弄了一下就跑 這邊應該會直接下個採荒地 那硬家兩邊都是差不多的開局打法 應該打不到太多東西 稍微加速一下 這邊可能會再打個一波 後面可能會殘血跑掉 好 幫幫這邊看到過來 三隻村民在裡面爽爽挖 沒辦法騷擾到 這邊圍巾喔 可以趕快思考 直接開靠一個牧區喔 的牧牆 拖一下這個村民的修 牧牆的時間喔 這個硬家直接拿到圍巾了 圍巾這裡沒有直接下牧牆鎖死 被騷擾有點煩 你看反而是硬家這邊都已經防守好了 所以村民可以繼續伐木喔 或是挖黃金喔 都沒什麼太大問題 天氣的防守真的是戲劇要顧好 不然你很容易被對手打出這種差距來 會蠻難受的 好 這邊弓兵跟毛兵開始按了 圍巾這邊也是喔 圍巾毛兵也出 好 兩滴 能收掉喔 哎呀 收掉了 nice 好 那硬家這邊直接出了兩隻小弓跟兩隻毛兵 那後方有再繼續出嗎 這間場有了 OK 再研發一擊射 圍巾很普喔 真的是偏爛 他這裡也沒有圍到底喔 好 這邊工兵可能要趕快過來 看中間這邊有獅子在搖 奇怪了 圍巾怎麼經濟感覺比硬家還要差的FU 感覺偏慘 好 村民這邊輸出一下 把老鷹打到殘血收掉 這邊弓兵加毛兵直接把對手給逼退 把家裡給圍死 讓對手不要再繼續騷擾 好 這邊毛兵越來越多 但這邊沒有要過來防守啊 這邊被弄到聖虎法治裡囉 這個殘血的村民有點危險 9滴 好 更多的毛兵加上老鷹過來 這邊硬家打毛兵加老鷹的組合其實不錯的 因為這兩個都是需要吃到肉的單位喔 但工兵是不需要的 所以這邊可以省到非常多的經濟 但正面工兵過去 家裡硬家沒有東西防守 稍微顯得有點危險 大家家裡一定危險 好 兩邊都圍超大 但圍巾這邊圍算偏小了 並沒有圍到非常誇張 這樣子圍 這樣子圍 算是還是用提示稍微連訪了一下 但這邊真的是太煩了 太多毛兵在搞了 這邊圍巾經濟被弄到很慘 好 這邊想要來做個包夾動作 還有出刺喉 想要把所有的單位收掉 但看起來有點困難 哇 這邊第一時間 沒辦法把對方工兵收完 結果自己刺喉也快倒光 好 剩下一隻刺喉 就把交換的結果 硬家這邊是拿到小小的優勢而已喔 剩下三隻毛兵活了下來 這邊再拍一隻刺喉過去就解掉 好 地木牆出去開打 好 硬家這邊由於點下城堡時代 有這個時代上的優勢喔 硬家可以考慮直接轉大量老鷹喔 或是直接打這個3TCCANON 都是一個選擇 但這個時間點有這個時代上的優勢喔 應該還是會先爆個老鷹飛出來喔 OK 果然等一下這個鷹勇士 老鷹開爆 這也是南美洲文明喔 比較強悍的地方 他剛在城堡時代出血喔 立刻爆出比騎士還要多數量的老鷹出來 去針對對手的歧視啊 或者是一些單位喔 讓對方的城堡時代出血喔 並沒有這麼強大的宰致力喔 剛剛遇到維京這邊出攻兵 老鷹也可以Counter 所以就是非常難打 這個情況非常難打 對於維京來說 並不太好受 雖然維京人這邊可以3TC直接開弄 我覺得對他來說優勢是比較好的 那現在這邊圖有夠爛喔 這怎麼開TC都不太好開 要開的話可能要找前面這個位置開了吧 或是開右邊這個位置喔 這個TC會離得很遠喔 或是前面喔 不敢怎麼說 TC往前開都是會有風險在的 尤其是對方挖石頭 然後直接老鷹爆 或草康兵、戰毛兵、垃圾兵開丟 然後開始往前打的時候 就會非常難受 好 維京點下1級農1級木 並加正面點下2級木 沒錯 生旅 兩邊都是生旅 可以早來撿生物了 好 維京要怎麼進攻呢 正面不太好突破 也沒有帶工程器來 選擇來尻下方的兵工場 欸 果然還是要帶工程器 帶工程器這裡要騷擾有點困難 好 直接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然後這邊插一根箭塔 是要來射對方投石車用的 那為什麼是要插箭塔 原因是因為 箭塔可以增加傷害 而且還可以駐近村民 繼續來補正一些 這箭矢的威力喔 但TC沒辦法 TC只能增加這個箭矢的數量 傷害是不能增加的 所以這邊蓋兩個箭塔的話 可以是有效的 克制對手投石車過來騷擾 而且TC也射不到 投石車的關係喔 所以這邊其實兩根箭塔敲下去喔 是有這個價值在的 當然可以的話 差這個殘寶是更好的 好 這邊等一下救出思想 可以來招工程器了 硬家這邊打的偏防守 拿到實在優勢之後 直接3TC開農 我已經這邊反而要開農 稍微偏慢了一點 你看這個TC一定要往外蓋 非常滿打 好 軍事實力現在夠 往外開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要來硬蓋城堡嗎 不好吧 人家蓋TC的壓力比較小 我們來這邊減速一下 好 投車直接找到一發毛病 直接大爆血 這邊硬家 直接招走騎士 一隻兩隻 沒問題 招走兩隻騎士 直接把他招走騎士叛逃 來想要打投石車 但投石車直接砸爛自方騎士 但城堡這邊順利的蓋了起來 硬家這邊城堡沒有起來 哇 直接逆轉 硬家這邊直接爆啦 兩根 電塔加上TC 都沒有 還有這些農田 石頭也被控 圍巾這邊打的這一發打得還不錯 但我覺得石頭可以繼續挖 繼續挖 繼續挖 還有再挖 OK 為什麼石頭要繼續挖 原因是因為這邊 他的TC在這個位置 待會這邊再插進去 直接控他祖軍 硬家就會直接大爆炸 哇 這一波 大特其實打得蠻讚的 沒有什麼太多的一個失誤的問題 頭側 該砸都有砸 騎士正面扛住後面工兵 有去偷射老頭 雖然只射死一隻老頭 但我覺得該做的細節都有做到 剛剛那波打的確實很漂亮 右邊的話這邊可以考慮控一下石頭 但石頭這部分應該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趕快把這個金拿下來 當然是如果要拿下來的話 這邊城堡要蓋這個位置 是有點偏難蓋的 這個位置蓋起來的話 只有這邊地方可以敲這個城堡地基 這邊要再入侵的話 其實稍微會有點困難 再砸一發 哇 又殘血了 再砸個一發 好慘好慘 好 老頭可以來造一下工程器 瘋一下 完蛋 涼了 這邊回頭砸一下 沒收掉 完了 這個沒了 這個咧 這個還有嗎 互換 哇 一換二 賺爛 這個 哈特這邊打得非常的好 圍巾這邊有點尷尬 這個沒辦法 對方哈特這邊招的一波招的很漂亮 而且頭車也控制的十幾點也不錯 好 那這邊可能要出來蓋個城堡 再蓋這個位置 不錯 石頭很不夠 這邊可能要想一下 教會招地龍時代怎麼打 我已經這邊轉出了狂戰士喔 狂戰士尻 尻 這些戰寶兵 其實還不錯 但是狂戰士喔 這個很容易被對方勝利招走 歷史上也是喔 那個維京人全部都信基督教了 而不信這個 這個什麼 咒斯他們 如果你們有看那個 那個叫什麼 維京紀元嗎 這個美劇喔 其實蠻好看的 我那時候 一直在追這一部喔 對對維京人喔 非常有興趣 但我覺得這次改版 確實有打出維京人當初那個味道 有酋長科技喔 跟這個狂戰士幫 這個精冠能力 但我覺得這個強度依舊不夠 應該要讓狂戰士喔 更有一些抗戰士能力比較好 可能遠防再多一點 近防可能就差不多 或是給他近防多一點之類的 但他的體質來說還是偏少 比這個 劍兵勇士喔 少了一點點 或是給他血量加成也不錯 但趕快血量加成又太強 我記得以前血量是蠻多的 好像是有修正過 好 忘了 經歷太多版本 已經旺光光了 以前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好 這邊奴兵送了一波 這裡再補一個BK 是難道想要升 升這個衝車嗎 因為圍巾大衝車是蠻適合出的 裡面可以住進這些圍巾狂戰士喔 然後直接衝車頂個一波 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好 好 投資車兩台 開始來砸 地獄王室戴兩邊都上了 那 硬加這邊點下的化學 感覺是要來出投資手 因為投資手可以燒化學 然後待會再剪掉這個 印第安彈弓 就可以無視最小距離喔 還可以再多一弓 多一弓的話是這次的版本才有的 所以硬加也算是蠻大幅強大的能力 因為這件投資手大家都不想出語音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的基本攻擊力太低了 這次改版有多一弓 給的傷害是非常足夠的 而且又可以吃到拇指環 再上上次改版又可以吃到拇指環 硬加這幾次改版真的是瘋狂增加他的能力 怎麼倒光了 這邊趕快來救一下 狂戰士幫三防沒有好 二防都沒有 投資手打一下 哇靠剩兩滴 好痛 中頭砸一下 OK這一波炸得不錯 男強隊長過來想要來偷戳這台投車 直接秒掉鬼精狂戰士 這狂戰士也被投死 被石頭丟死 繼續追 OK 投資車繼續給壓力 射命硬加慢慢偷偷推了出來 硬加外面的殘寶快要被拆光了 這邊的殘寶數量越來越少 可能要轉一下步兵喔 可能這個劍兵勇士來打比較好 哇還點一下異端學說 有必要嗎 這個點這個異端學說 是為了保自己投死車喔 這異端學說很貴 要1000金礦欸 他為了點這個 是為了要守自己投死車 他怕投死車被找走 然後反打自己 不如就讓他投車 被找走自動自爆 現在我已經有這個想法在了 好 三房補下 我當然是有三房了 但我覺得這個1000塊投資 我不確定是不是好事 雖然對方的印價也是點下印刷技術 生旅科技也是補滿了 還點下這個神權政治 好 補下這個 生旅的回復 招享時間 有點尷尬 我覺得圍巾這樣打會輸欸 我覺得他想要用鐘頭去解決對方攻城氣的想法 這個是沒有錯的 不好意思 那個神權政治我講錯了 是那個 同一個生旅招享 大量生旅招享一個單位時候 只要一個生旅需要休息 這個能力 另外一個騎士思想 才是 剪掉這個 CD喔 剪掉這個 生旅的 恢復的時間 好 十五盾減下 十五盾減下之後 老鷹投資獸 還有槍隊長 都可以吃到這個 防禦的福利喔 大家看到這個防禦會1加1 這邊找個一下 直接爆開 好 遠防加2 1加2才對 不是1加1 遠防我6投資手 好 投資手打這些 劍兵偶士非常好用 狂戰士血量65滴血 劍兵偶士是84滴血 血量上明顯上就很有差異出來 那其實這邊最簡單的打法 我竟然只要出大量的戰毛兵來打就好了 好 戰毛配上強弩 好 我覺得投資車可能沒必要出吧 因為投資車現在太容易被對方的生路給counter到了 射程實在差太遠 人家的生旅著想範圍是12射程 你的投資車是7 這個怎麼倒著路 好 威基因這邊直接送個一波 投資車在前方 想要繼續拆建築物 好 威基因終於補下卵甲技術 但補下卵甲感覺意義也不太大 邊際的劍兵偶士是沒辦法 扛住投資手的額外傷害的 好 這一波劍兵偶士進去 本來20幾隻 剩下9隻左右了 死傷非常慘重 然後最後還在城堡下面開打 好 這邊要砸一下 哇 不砸 這邊一直退 如果點了這個 異端斜說 結果效果也不是非常的好 也沒有那麼多的資源可以出大量投資車 尷尬 然後自己也沒轉輕騎兵出來 去抓老頭 不過維京真的要這樣打的話 應該要抓 怕一些騎兵 去後面抓一下才對的 好 輕騎兵 但他可能孤立到 維京人的騎兵 並不強 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防 但我覺得這個情況下 還是要出一下 輕騎兵比較好 不出的話 這個老頭 一直沒解決掉的話 投資車的發揮效果 一直都不會很好 好 這邊一分第二隊 想要後面去搞點事情 好 這邊直接開始招響 直接招一波 全部開始招 可以瞬間招掉 很多投資車應該沒問題 好 再繼續招 再繼續招 投車都來不及 雜訊就被招響掉 然後一輪血獸自動爆開 劍兵有事直接無情上前硬A 有機會嗎 感覺巨困難 哇 這邊劍兵有事全部送光 維京人雖然還有黃金還有肉 但是後面生魚依舊解決不了 這人不轉戰矛嗎 我怎麼覺得這邊轉戰矛其實蠻舒服啊 轉戰矛配這個強奴 打法不是更好的 所以自己強奴還有這個 加義工的優勢 打這個投死手啊 槍隊長其實效果都還蠻好的 戰矛配強奴 可能他也沒有太多經濟可以轉 我覺得不要點下一端斜桌 缺點這個強奴配戰矛可能會更好一點吧 個人潛艦 今天人家硬家生魚也並不弱 哇 想要招 招到嗎 招到爆開 撞下去 三台換一隻生魚 虧爛 頭子頭再繼續輸出 直接閃陣 槍隊長上來扛 這一波可能是最後的大戰了 維京能夠反打回去嗎 頭死手 直接砸光 中間的 維京狂戰式的 單位 哎呀 維京真是沒了 三光還沒有好像直接上 這一波在慢點上的話可能還有機會吧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喔 感覺經濟硬家 可能會有點追上來 因為維京後面經濟沒有太好 他後面村民沒有包太多 反而一直想要打強軍士喔 雖然有四生物喔 但是卻輸掉了比賽 有點可惜喔 維京這邊前面的策略喔 打得還算不錯喔 城堡那一波 確實重創了硬架的經濟喔 但是到了帝龍時代之後 他有點 不知道什麼 有點卡到嗎 然後為了砸掉一次砸掉這麼大的 頭死手 跟神旅之類的 投資太多資源喔 在這個工程器上 如果打個 強奴加戰毛 我覺得還是好一些些的啦 然後後面再配點輕騎兵喔 去後面抓僧侶喔 或去打後方的這個投資手 其實都還不錯 正面 探丁正面 會想要拉這個強隊長 跟這個投資車或戰毛兵喔 去前面打 那自己轉出 大量落馬 去後面打 其實還是有機會的 如果太依賴工程器的一個下場 就是很容易被對方的 轉出生理科技喔 直接招爛 直接爆開 這個情況是蠻常見的 沒想到 這個HEAT 控兵還是控的不錯的 這個投資手這麼大量 一直都沒有損失掉 黃金上也是保存非常多 這也算是他這邊打的蠻精彩的地方 然後這邊 資源也是控非常好 該守的地方都有守 單座城堡 防住 這裡也是 前方城堡也是給壓力 覺得櫻家這邊打的最好的地方 是出這個槍隊長 還有植物盾 你看這邊攻擊力都全滿喔 8加4 然後0加6 攻防全滿什麼都點下 細節都打好打滿 我今天反而是到結束的那一刻 三攻都還沒有好 太專注於在防守工程器被找走這件事情 相當可惜喔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會不會有任何人送你 按下訂閱 按下訂閱 感谢观看